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尼的林鸟修 我的演讲题目是感谢生命中的贵人 人生无法永远一帆风顺的 有时候问题可以自己解决 有时候却需要别人协助 帮助我们的人,有的是宰心仁厚 有的却是军心剖策 可是对我来说,有一个贵人 他从来不会别有戚徒的 他就是我的母亲 这次来到台湾是我的一趟了山之旅 因为我想要忘掉和伤心的往事 我从来不是个妈宝 但这次我当了妈宝 很温身的听从母亲的安排来到台湾 后来我发现我到台湾是对的 在台湾八年多了,学了正统汉字 不但学习到悠久的中华文化 也更了解了一些本身哲理 向着树、横路这两个字 内涵都是跟心有关 但一个是代表繁荣 另一个却是代表憎恨 为何我对这树、横路这两个字 印象特别深刻呢? 这就要从我的伤心爱情故事说起了 爱情来的时候总是简美的 但爱情要离开时却是悲伤的 我相信前者倒我不相信后者 因为我是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男孩 我觉得我喜欢的人一定不会离开我 然而事与愿违,我出现了情敌 而我的情敌居然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班上上上下下都知道 我却是最后才知道的那一个 这可真是晴天霹雳 我不甘示弱 不认出个性在我的血液被疼 和我牵手的人 怎么可能拱手当给别人 还有他又是我的好友 他们背叛了我 我像一头斗败的攻击 怎么可以接受 我要挑战一举一动 掀起满床风雨 我变得愤怒面不可憎 颓废自暴自弃 一乡让我自由 从来不甘受我的母亲 知道了我的作为后 就和提面兵的跟我说 感情的事很难说写对写错 你可以输也可以不成功 但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愤怒是一种负面情绪 是一种人没有安全感 那些最弱的表现 跨数呢 反而是一种正面情绪 是慈悲平衡的力量 感情的事 想求不得 跨数他们吧 母亲的一句话 醍醐灌顶 当头棒喝 超醒了回退的我 更鼓励我 暂时离开家园 到台湾求学 转化心境 重新出发 回想 母亲所说的话 真是有智慧 其中的含义 语着 竖和怒 这两个字 有异曲同工之效 怒这个字 上面是奴 下面是心 就是心的努力 相反 竖这个字 上面是如 下面是心 是代表 如意自在 是代表 打官的态度 感谢我生命中的慧人 母亲 在我失忆的时候 把我硬拔 而她的敏智之举 送我到台湾 学到汉字 体会了人生 面对未来 总有风雨更有情 岂可 鸟飞不流里 喘过水无痕 最后 在此 对我的母亲 说声感恩 母亲 感谢您